里长在绿家园草地上举办了沙伦泡泡艺术儿童节 邀请到泡泡达人和大小朋友一起同乐 并且带着小朋友玩趣味泡泡度过悠闲时光 这个星期就是儿童节快到了 许多地方都会举办精彩的儿童节活动 而在淡水区沙伦里也不例外 日前里长更在绿家园草地上面举办沙伦泡泡艺术儿童节 邀请到了泡泡达人来与小朋友们一起同乐 并且让大人带着小朋友玩趣味泡泡 让家长也相当欢乐 大轮里举办里内大扫除 还有爱心二手势集 以及儿童节艺术泡泡的三样活动 虽然早上下了非常大的雨 但是里长就相信一定会放晴天 所以我们的活动并没有取消 果真在十点过后雨就停了 那顺利举办了这些活动 里长表示这一次准备取入的泡泡体验 搭配着音乐一起互动 因为要在户外的关系 虽然一早下大雷雨也让里长相当担心 还好后来好天气放晴 也如其的让孩子体验到艺术泡泡的乐趣 希望可以让沙伦尼的孩子 带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 也在此向他们宣导一些环保 以及黄金资源回收的观念 让他们从小都能养成环保的习惯 那也举办二手市集 让他们可以从里面寻找他们需要的宝物 希望这样的活动 我下次继续办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来参加喔 里长说这一次不仅是让大家来 与泡泡达人一起玩乐 一旁还有举办二手市集 让大家参与都相当踊跃 也让这一场市集提供许多人的 二手物品的交流 让资源可以独备浪费 而这次泡泡当中也有小朋友DIY 有超大泡泡 还有像棉花般的小泡泡 非常梦幻 借由这一场活动 也让孩子度过一个开心的儿童节 记得许多人一淡水采访报道